皇帝曹瑞带着满朝的文武十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良一带来寻兴来了 其实哪是寻兴啊 他这是为司马仪来的 看到了那个告示也听到了些个谣言说司马仪有意谋反 这位司马大将军呢还蒙在鼓里呢 当曹修给他指出来之后 磕巴斯嘛一下坏了 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瑞的面前 哎呀像基本罪名一样的磕头啊 磕头请罪 以表自己的忠心 我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不是无所用的反奸之计 离间你我君臣 请万岁您给我一道指 我要亲自统帅人马 兵伐习俗 然后回过头来 再灭东吴 为完成我主之霸业 使陛下统一天下 司马仪这是真心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曾受过脱孤啊 那就是说 皇帝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 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 曾经拉着我的手 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 把我司马仪看作是大魏的注石之人 我怎么能反呢 司马仪口里是这么说 但是他非常紧张 下来浑身冒冷汗 曹瑞这么一瞧 哦 他心想 看司马仪这个样子 不像是个要反的样 那么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 哎呀 陛下 我这是来接您啊 为了隆重迎接圣驾到来 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 绝没有什么歹意 往陛下 明察呀 眼泪呀 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劈劲啪啪啪往前掉 司马仪至于那么害怕吗 怎么不至于 他全都明白了 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寻幸来了 这是来兴师问罪 当时啊 只要曹瑞把脸望下这么一沉 这位票旗大将军司马仪就伸手一触了 就被你杀了 他怎么能不害怕呀 曹瑞这时候倒为难了 他为什么难呢 曹瑞心想事啊 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奸计呢 离间我们君臣呢 确实是他们造的谣 喝着贴的是假告示 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 我不斩他 想着这曹瑞举摸抬头一看 好家伙 远处里司马仪带出来的那些兵将 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雅如下山的猛虎啊 喝 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 那小孝们站在那会儿回报刀枪 个的个儿是杀气腾腾 哎呀呀 曹瑞心想 司马仪 这兵权可不小啊 这多吓人呢 孤人说得好啊 沉重国无意啊 就是说一个大臣 你给他权柄太大了 他的兵权太重了 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 保国为民 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啊 如果 他要是心回二意 一翻脸 国家遭殃 百姓吃苦啊 这天下就许归了他 所以说叫沉重国无意啊 哎呀呀 曹瑞越想啊 越紧张 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仪呢 我是把他杀了啊 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庸梁啊 想到这会儿 曹瑞看了一眼曹兄 曹修啊 冲着曹瑞摇了摇头 那意思好像是说 陛下 您可不能发落他呀 司马仪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啊 更不能 至罪他 杀了他 那要是把他杀了 处置了 那可就不得了了 就伤了忠臣的心了 哎呦 曹修啊 简直的都是痕着眼泪 看着这位曹瑞 如果说这时候曹瑞要以传旨讲司马仪治罪 曹修 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了 曹瑞就明白了 他冲着曹修点了点头 那个意思你别着急 让我再想一想 你的心思我明白 不是说就是不致罪他吗 那么不致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 方才司马仪 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光说他忠心 这玩意儿 可真有话呀 真有告示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 那话是从哪传出来的呢 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哎 曹瑞一想 这些武将 这些将军 看来呀 都要替司马仪讲情 那么我这几位文官呢 想着这个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画心 这时候画心呢 也在想呢 他想什么呀 哎呀 看来陛下是不想致罪司马仪了 哦 这准是曹修曹真 这些人讲情啊 起了作用了 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 那怎么能行呢 画心心中暗想 这司马仪啊 哼 准有反意 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看他来接驾干嘛带这么些兵将啊 不用问呢 方才曹修大将军过去呀 准时把这个底泄料给他了 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 来向你问罪了 所以这么一害怕 这可怎么办 现在皇帝在看着我 难道说 难道说我在朝里边说的那些话 算白说了吗 必须得把这司马仪治罪 画心跟司马仪有仇啊 没有 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 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仪呢 这画心他就这人行 他嫉妒的要命 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 那么一头发刺呢 他就啊 坐不稳站不安 是吃不好睡不着 就是个嫉妒心特强 其实司马仪也没得罪他 甭说司马仪 甭管是谁 只要是一有机会 这画心呢 他就得钻过来 弄那小阴扇子 扇那么两下 也可以说是本性啊 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 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 曹瑞要不治罪司马仪 那我怎么办呢 陛下 此人 说的这地方 他冲着曹瑞摆了摆手 那意思是不能留啊 然后 他被那手望起 这么一台望下一落 意思好像是告诉皇帝 您还是应该把他杀了 哎呀 曹瑞为难了 这些位大将军都不同意治罪司马仪 可是画心往朗这些人呢 就让我立刻把这司马仪杀了才好呢 你说这怎么办 哎 曹瑞心想 我有办法了 自己挺高兴 高兴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对这司马仪呀 我也不杀了你 我从现在起 我也不用你了 不管怎么说 此人不能复制以兵权 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 我也不让你在这雍梁这儿镇守了 干脆 我讲你呀 缺职为民 把你贬了 回家吧 就把这位票弃大将军司马仪呀 给贬回家去了 当老百姓去了 啊 没他什么事了 回家抱孩子去吧 把司马仪打发走了 让曹修镇守庸梁 曹瑞回朝了 他回去了 探马可抱进了西蜀啊 诸葛丞相闻到 非常高兴 哈哈 诸葛亮乐了 乐什么呀 司马仪已经遭贬回乡了 哎 从此 我无忧意 我本来平定南方之后 回到成都 休整了一段时间 就想重整军马 进兵中原 我所担心的 就是司马仪 聚首庸梁 这对我西蜀威胁太大 现在司马仪 已经被贬了 那我就要起兵了 北伐中原 起兵之前 必须奏鸣天子 诸葛亮 要上表后主流产 诸葛亮这道表彰啊 写了大半夜 哎呦 费那么大劲呢 诸葛亮没学问 不是 这表写得太深情了 写着写着 有的时候 诸葛丞相是泪随笔下呀 第二日清晨上早朝的时候 诸葛丞相出班上表 把表彰放在龙书案上 这份表彰可不是一般的奏折 一般的表彰啊 这就是后世流传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 流产 流产斩表一官 表中写道 陈亮言 先帝创业未败 而中道崩促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称危及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 不屑于内 忠至之事 往身于外者 盖追先帝之书役 欲报之于陛下语 诚意开张圣听 以光先帝宜得 辉弘至世之气 不亦妄自飞薄 隐喻失意 以色中见之路也 宫中府中 聚为一体 斗罚丧匹 不亦同 若有坐监犯客 即为中善者 亦父有私论其行赏 以照陛下平民之志 不亦偏私 使内外亦罚也 世中世朗郭幽之 费医东云等此皆良时 至律中春 是以先帝简达 以宜陛下 欲为宫中之事 事无大小 细之之 然后施行 必得 匹补缺漏 有所广义 将军相宠 性行输军 小畅军事 适用之于昔日 先帝称之曰能 是以众义 举宠以为度 欲为营中之事 事无大小 细之之 必能使杭阵和睦 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 原小人 此先汉 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厚汉 所以轻腿也 先帝在时 没与沉沦此事 未尝不叹息 痛恨 于还灵也 事中上述 掌使参军 此系 真量死节之臣也 愿陛下亲之 信之 则汉史之龙 可继日而待也 臣本不义 功耕南阳 苟权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秘 伪自往驱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自臣以当事之事 游世赶记 随许先帝以驱驰 后执轻腹 受任于败军之计 奉命于危难之间 而来二十有一年已 先帝知臣谨慎 故归奔 继臣以大事业 受命以来 素业忧虑 恐腹脱不孝 以上先帝之名 故五岳渡炉 深入不毛 尽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 当蒋帅三军 北定中原 树尖鲁顿 攘除尖凶 兴富汗室 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 而中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义 尽尽忠言 则忧之 依允之认也 愿陛下脱臣 以讨贼兴富之孝 不孝则至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富之言 则则幽知 依允等之咎 以章其曼 陛下意议自谋 以滋搜善道 查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生受恩感激 尽当远离 临表涕气 不知所云 哎呀 诸葛亮丞相 这份表彰 写得可是太深情了 真可以说是字字句句 感人肺腑啊 感人至深啊 这表说的是什么意思 表中开头不是就说到 先帝创业未办 而忠道崩祖吗 就是说呀 先帝刘备刘玄德 他所创立的这个基业 根本就没有完成 创业未办 只做了三年皇帝 刘备就宴了架了 就死去了 你说多可怜啊 现在呢 三分天下 就是说 魏蜀 那么 北魏 东吴 西蜀 这三个国家 比较起来 人家那两国呀 都很强大 而我们这国呢 就是这蜀国呀 这个国很小 为什么说 那么疲惫呢 能不疲惫吗 刘备刘玄德 给他二帝关羽报仇 率领着河川人马 几乎没剩多少人啊 就杀奔东吴去了 结果是一陵一战 让人家东吴杀得大败 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 这一下子 西蜀是大伤元气 得多不容易缓呢 缓得现在 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 所以说 我们西蜀这儿 这个国又小 国力又软弱 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 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 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 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 在外边的都愿意 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 就因为他们想念着 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情 以此呢 想来报答陛下你 希望陛下呀 你要广开视听 就是说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光大 大先帝的美德呀 发扬志士的正气 你作为一个皇帝不应该自暴自弃 不能失去大意 如果你要自暴自弃 失掉了大意呢 那么就阻塞了忠诚规劝的道路 谁还来开导你 劝导你 就是说还给你出什么妙策 出什么好主意呀 你都听不进去了 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 这不就危险了吗 丞相在表中告诉流禅 说宫里边和府里边 指的是丞相府 它是一个整体 有什么赏善罚恶呀 不应该两样 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 有犯法的 或者呢 有尽忠为善的 您都应该呀 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 依法惩办是论功行赏 这样一来才能显示陛下 你处理赏罚公平明查 不应该有什么偏私 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呀 有两种不同的法令 诸葛丞相这几句话 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 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 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 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 吃死舞弊 行贿受贿的 是一律 你也不能客气 你都得处置他们 从开天匹地 由古来开始 哪个国家走向败王 都是从这开始 所以说 不管他在宫里头 做夺代的官 或是我丞相府里头 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 皇帝您呢 就应当毫不客气 给予处置 那么宫里府里要做的好的呢 那您就应该中赏啊 按现在的话来讲 就叫中赏中罚 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 宫里边 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 跟您亲近 您就可以宽松一点 外边 外边丞相府离得您稍远点 有人做了坏事情 那您就可以严一点 这样不对 是这么个意思 同时诸葛丞相 高宋流产 说世中郭优之 费一和董允这些个人呢 他们都是很善良 很诚实的人 这些人的立志忠正 是存心真诚 所以啊 先帝刘备 把他们都提不起来了 留给了陛下你 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 在古代啊 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 很自谦的意思 就说寓意 就我这么个意思吧 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 不论大小 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 然后你再去实行 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 这对于啊 咱们成其霸业 统一这个华夏 这都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提到相宠这个人 将军相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 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 很善良 很公平 当初啊 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 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 就当着我呀 夸赞过相宠 说相宠这个人很有能力 因为这样 大家才公推他呀 让他总督与邻军党 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 您呢 有事就多问问他 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航武之间的和和睦睦 好的呢 差的呢 都能安排的恰当 说前汉为什么那么兴盛呢 因为前汉的这个君主啊 他们亲近贤臣 疏远小人 说是后汉 为什么会衰败了呢 因为这个后汉的君主啊 他们亲近小人 疏远贤臣 先帝呀 在位的时候 每当跟微臣 我说起这些事情来 那么先帝就非常的感慨 同时呢 也痛恨了 这个环帝 灵帝 这两个皇帝 前汉兴盛 人家重用的是忠臣良将 那么环帝 灵帝 不是让时长事 专了权了吗 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 这句话呀 诸葛丞相 写的是有所指的呀 那就是说提醒流产 你要千万注意 在你身边 也就是说在宫里 不要再出现 环灵二帝 这种情况 那可不得了 不用说出现时长事 出这么俩长事啊 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 这是世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 诸葛亮在表中提着那 世中上述 长使参军 那这指的是谁呀 这是诸葛亮啊 向刘禅推荐的 是蒋婉 陈镇 张义 这几位大臣 诸葛丞相告诉刘禅 说这些人都是坚真不屈的 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呢 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 信任他们 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 咱们汉使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 很快就会来了 诸葛丞相写在这儿 这个比调非常深沉 为什么 因为诸葛亮啊 很担心啊 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 他能不能重用啊 我要在这儿 那好办了 您不重用 我随时推荐 提醒您 可是我走了呀 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 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一走 可应那句话了 人走茶一凉 哦 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 先让他一边歇着吧 这可误国呀 所以诸葛亮写在这儿的时候 那真是 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 就告诉刘禅 无论如何 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 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 他们都是忠臣啊 丞相在表中说自己 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 不一吗 老百姓 说我在南洋沃龙岗那儿 以种地为生 我生不逢时啊 生在这么一个乱世 我想呢 就带着我兄弟呀 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 苟言船船 勉强活命 就算了 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 怎么显露显露自己 所以我才在那儿引顿了 可恰恰就在这时候 先帝并不嫌弃我 并没有看不起我 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 到这个沃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 尤其是我感动的是 这三次当中有一次 刘备去的时候 天下的大雪 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 我呀 因为不想出世 不想做官 我有一两次回避 最后呢 我实在受感动 我才呀 和先帝见面 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 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处使 我就答应了 答应先帝 我愿意为他效劳 没想到 在当阳一战 先帝被曹曹杀得大败 也就是说 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 我接受了先帝的指令 到东吴去求救兵 趋止算来 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呀 已经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 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 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 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 我自从寿命以来 不论是早是晚吧 我这个心呢 总低了着 我也不断的叹息 为什么呢 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这个托付 损害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明 所以我才五月渡过卢水 去到那不毛之地呀 平定南方 收服了孟祸 现在呢 南方已经平定了 咱们呢 兵也强了 马也撞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 应该北进平定中原 假如我去这一仗 要是打不胜 请陛下你治我的罪 我走了以后 郭忧之费 依董允这些人 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 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 您呢 就责怪他们 我要走了 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 哎呀 诸葛亮这份出师表啊 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 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 所以这份出师表是传颂万古光照 先修 先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